昨天下午啊 在国内某专业音乐网站 与美国公告牌战略合作发布会上 小库见到了美国流行音乐的巨星亚当·兰伯特 而咱这边也派出了国际范儿十足的张亮影 一起见证这一时刻 台上亚当听说亮影被求婚了 当场向其表示祝贺 说起来亮影啊 你的男友十月份已经成功求婚了 那接下来年底能把婚事办了吗 要说亮影最近出了婚礼 最让人关心的就是在2015MTV EMA颁奖典礼上 因为要在后台领奖 而拒绝接受这一奖项 对于这一行为有人点赞叫好 有人称起小题大做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对于我来讲参加颁奖礼的意义就是 有一个很棒的舞台和一个很棒的契机 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站在舞台上 你领奖的时候你的表演是最有说服力的 所以那一次是没有表演的 他们说所有的流程都是半年就定好了 对我来讲就是既然半年就定好了 为什么会存在当天再改流程的这样的事情 你到之前通知的是上台领奖 然后领到要开始了之后 告诉你我们要改在后台 我就觉得很奇怪 但也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了 又不全一乐 赶紧把事办了吧 北京报道